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的位置是在花崗山公園的一部分 算是有點跟花崗山公園已經有點區隔了 不過早年在日本時代這邊也是算屬於花崗山公園一部分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身後這座紀念碑 目前它叫做光復紀念碑 那顧名思義就是為了紀念當時國民政府 從日本政府這邊接收了我們這個台灣 所以就立了這個光復紀念碑 但是過去這座紀念碑其實不是在這個位置 它是在我們的右手邊 大概是現在花蓮縣老人會館 這個入口處的這個位置 這個旗樓這個位置 過去它是一個花崗岩的基座 然後高度大概有2公尺高 上面大概近170多公分 一個真人比例的一座銅像 這座銅像是紀念誰 它是紀念元修次郎這一個人 那這個元修次郎又是誰呢 他過去曾經擔任過花蓮港電器出事會社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電力公司的一個社長 那後來他退休之後 回到日本 然後進入到這個日本的算是比較核心的 託屋大臣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到江口梁三郎 他到了日本國會去要錢 那下任的這個廳長 朱古先生又去要錢 剛好就遇到了我們這個元修次郎先生 後來一個禮應外合 終於如願的 就被幫我們花蓮港這邊爭取到經費 蓋了我們這個花蓮港 所以這元修次郎先生 他後來往生之後 我們花蓮的這些居民 非常的感念他 為我們花蓮爭取到這麼大的經費 所以幫他蓋了一個這個全身人形塑像 在這個位置 那有幾種傳說 相傳說在昭和18年這時候 因為日本這個節節敗退後 已經沒有這個金屬做炮彈 所以我們的元修這個銅像呢 就去當兵了 所以後來紀念碑呢 只剩下花崗岩的基座 那戰後呢 國民政府啊 用這個基座呢 把它重新的雕塑 去變成是什麼 變成是我們的光復紀念碑 那後來呢 因為蓋了這個老人會館 然後這個位置 這個重新的整理 然後就把這個紀念碑拆掉 把它搬直到哪裡 搬到我們現在旁邊的花府這個地方 那如果各位眼尖的話 它上面的落款呢 是我們花蓮首任的一個官派的縣長 叫張文成 但是為什麼他的那個名字啊 會被寫成張文茂呢 目前這個不得而知 那有機會呢 也歡迎大家到這個地方 來一窺就盡 這個是張文成呢 還是張文茂 大家來看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位置所在 是在花崗山公園的一角 那在我身後呢 這邊有一個 大概30公分吧 30公分高的那個殘跡 各位應該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吧 那其實啊 透過老照片的比對 其實它就是元修次郎 紀念碑的其中一個部分 是它的那個護欄的殘跡啊 那我們講啊 大概在民國80年代 製作杯才被拆掉 拆掉之後五馬分屍 然後呢 它就是被丟在金華街的這個一角 當這個死港當這樣 那現在目前呢 因為這個長壽俱樂部 重新的改建之後 那這些石頭呢 全部都消失掉了 那目前呢 所剩的不多 例如像我們旁邊的這個護欄 那另外呢 在阿婆麵店前方呢 還有好幾塊的這個 臨散的這個花崗岩的這個石頭 就被分散在這旁邊 花台的部分 所以如果各位啊 有機會來到我們花崗山公園 可以來尋寶一下 雖然過去那個非常華麗的這個 花崗岩的這個紀念碑已經消失了 但是呢 在它的四周還可以看到這些 過去的歷史殘跡 值得大家來就是尋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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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